她根本不敢告诉我失去了双腿 我有一段时间每天要换药 每次换药的时候 我的双腿都是淡在那个床边 因为要倒那个点腹酒 还有酒精消毒 然后当时我每次一旦空 我就感觉我的腿是一半 然后我就问妈妈 我说是妈妈我的腿 为什么我感觉是一半的 然后妈妈说你不要多想 你的腿腿还在 然后当时我就越来越怀疑 然后有一次 我不敢问妈妈 我问我大叫 然后我说大叫 我说是不是我的腿没有了 我说我以后不能跳舞了 大叫说你不要多想 然后妈妈那个时候 她其实已经就崩溃了 她从病房外边冲进来 然后就哭着 撕心裂肺地跟我说 她说是你的腿就是没有了 你以后不能再跳舞了 你站都站不起来 就更不用想望再跳舞 然后妈妈就在一旁 哭得特别伤心 那种无助感 但是我躺在床上 我就特别平静 一滴眼的也没有掉 然后我当时跟妈妈说 我说妈妈你不要哭了 我说如果哭 我说我的腿可以长出来的话 我说咱母女俩天天抱头痛哭 连饭都不用吃 当时妈妈被我这句话震住了 可能她觉得我长大懂事了 但是其实我自己后来在想 其实是那个时候自己小 不懂得以后自己会面临什么 对 我妈妈一直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鼓励我 包括到最后上学 毕业 鼓励我出去和朋友们一起找工作 但是就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和别人不同 感觉很无能为力 看不到以后我的生活该是怎么样子的 在07年 事情过了7年以后 然后和母亲吵架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我自己已经有这种郁郁症了 然后我就隔壁自杀了 然后妈妈把我送到医院 妈妈什么也没有说 她只是眼睛里头含着泪 她那么看着我 然后我忽然从母亲的眼光里面看到了 又心疼 又绝望 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 当时我就跟妈妈说 我说 妈妈我错了 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感觉到我错了 我做了一件伤害母亲的事情 然后我跟妈妈说 妈妈我错了 然后妈妈说 其实我也有错 我没有注意到你心里的这种创伤有多大 一直看你外表很坚强 但是你心里一直都没有接受了这个事实 然后妈妈带我去看心里一生 08年的时候 阳光就来临了 然后残怜跟我说 中国要上一个残疾人的竞技体育项目 是轮椅舞蹈 我根本没有想过 就是轮椅啊或者什么 我只听到舞蹈两个字 然后当时就特别兴奋 然后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然后还不停地去跟妈妈说 我说妈妈 我说是真的吗 我说是不是跟我说我可以跳舞呀 然后我母亲都烦了 她说 你试试 你快睡觉吧 我保证你明天睡起来 你那舞蹈还在呢 就是08年之后 所有过去的生活固然痛苦 但是都已经成为过去 你可以翻篇了 对的 妈妈也翻篇了 是吗 是的 是的 所以妈妈现在是完全就变了一个人 整个人又恢复到就是我出事以前 非常的就是坚强 非常的乐观 而且母亲现在每天在家 都每天哼着小曲挺开心的 所以我感觉 其实过去的就过去 当你提到她的时候 你很坦然 你可以很坦然地去面对她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接受了 我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住在轮椅上 我依然可以跳舞 我依然可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我可以为国争光 谢谢大家